欢迎收看5月29号的财经Special 晚上好 我是威敏 首先来看股汇行情 亚洲股市跌多身少 而马股则逆势反弹 在国家能源股价大起带动之下 一改之前的低迷 连涨了三天 成功攻破1620点水平 全天起了9.10点 以1623.67点挂收 汇率方面 美国将大马列为汇率观察名单 令马币兑换美元贬至4.1920令吉 接下来要解本外单元 首先来看中庭森旗下的百胜 截至今年3月的第三季财报 虽然该公司第三季营业额起了4%至11亿07万令吉 但因为营免开销增加 所以第三季净利由银转亏 亏了648万令吉 前期净利为253万令吉 目前百胜在大马和中国各有44家的分店 越南5家分店 印尼则有15家分店 接着来关注大刀阔斧重组的FGV控股 这是今年3月的财报 因为原中有期货价格类挫 白糖业务也表现欠佳 导致该公司手机净利由银转亏 亏损了337万令吉 而前期则是净赚113万令吉 至于手机营业额报 32亿7608万令吉 下跌了9% 展望未来 FGV控股认为 本财年依旧有望转亏为盈 目前正在通过改变采购方式 达到节约目标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 公布2019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在63个国家当中 大马以82.54分排在第22名 继续领先比利时韩国及日本 在14个亚太经济企当中 排在第7名 东门方面则排在新加坡之后的第2名 而大马经济表现排在第11 政府效率则下滑至第24名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